教育部推動校園美學改造運動 今年從全國選出九所中小學 邀請七個設計團隊改造校園空間 位在雲林的山峰華德福國小 原本老舊的司令台 竟然變成一座具有大觀舊意象的多元學習場域 我們把樓梯變成坡道 小朋友可以爬來爬去 甚至可以騎獨輪車玩滑板都可以 那我們把司令台的牆面變成了一個攀岩場 所以它同時我們做了一個像是腹部羽毛的窗簾 所以不管可以開合也有教室的功能 那當這個部幕一打開的時候 學生都是哇的一聲非常的期待 能夠透過學校的課程到這邊做一個體驗跟上課 各設計團隊透過美學改善各種校園環境問題 包括美化垃圾與資源回收站 整理校內電纜線 翻新校園指標系統以及改造學生餐廳 在施工的時候我們挖掉了整個餐廳背後的一面牆 挖掉之後才發現原來牆後面包裹的是一個 大概是日治時期流傳下來的一個圖 所以我們立刻就是轉念說這幅圖一定要保留下來 讓舊的牆面跟新的空間能夠共存共生 讓未來的這些小朋友也可以了解這個牆的歷史 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當你給了小朋友這樣子的一個空間的時候 你看到他學習的快樂 他不然覺得非常非常的快樂 這空間是他沒有體驗過的 當我們進到一個新的空間 而胸間是充滿了這個創造力 充滿了美感 他的學習力跟著就不一樣了 教育部次長范遜律表示 希望透過閒置再造、減法設計、可複製性等三大策略 在三五年後讓全台灣每一所學校 都有一處能引以為傲 展現美感的學習性空間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楊仁祥、陳國偉 台北採訪報導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文化學習慶祝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文化學習慶祝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文化學習慶祝